本局是虎虎动态里分享的 阔虎首发 选自1986年团体赛 红方是湖北名将王翔林 黑方辽宁特技大师苗永鹏 苗大侠 开场之前呢 说一下亚运会象棋队选麻赛的比赛结果 第二轮 A组 黄珠峰深鹏合棋 李绍庚王天一合棋 洪志孙永征合棋 B组 陆伟涛孟晨合棋 郑文彤汪特合棋 赵欣欣先手赢了赵金城 好咱们进入比赛 前期走成了中炮 对屏风马进三兵 王天写着编码 苗特大小卒没动 补象 红进左炮过河 准备吃卒 量狙 或者压马量狙 大多数都是发射 黑方可以冲起来对调 用象肥 或者说常见的 冲鞭足不理 红方打就打 再冲 这把苗特大 马三进四 这手棋仿佛是被下了诅咒 在历史的场合中 一共出现过将近二十拍 就没赢过 合棋都难 基本都是输 老邪门了 咱们先接着走 红方 平炮吃足 你看这马 他前进无路 下一招 红方出左鞠抓炮 进右鞠捉马 都是好奇 黑方如果想追求稳健 他肯定会跳外马 赶走这个必然有后招 苗特大 炮二进五 三路马有根 九路马被别 也就是说 他有路了 红方直鞠抓呢 对手就直鞠保 也没棋 王先生选择横举 直鞠 捉马 踩上去 捉马没什么意义 黑方可以进足过河 红旗捉炮 黑方不能主动出手啊 因为红方吃马 这炮死了 换子的时候也得看清楚 苗特只好用马给中炮踩掉 飞了 黑方双炮过河压制 把中向锁死准备过足 向一动不丢鞠吗 红方先抬上去 他这个鞠呢也不是说单纯的防守 还是有些手段的 四郎比较下得了 红方不是有个炮吗 瞄着底向 假设送兵过河 对手用中向一踩 底向少个根 那这个时候 红方再来个对拘 等黑方吃的时候 红方就打向一僵 然后再用马给拘踩了 黑方发现了 他提前补试 打向不带险 那红方也不送兵了 他走兵九进一 队居 跳马都可以走了 黑方足五进一 这马多出个点 红方还是走这招 送兵 他是想简化 吃兵 上马 炮打马 翻回来 马被攻击了 落相 红进炮 过河 好 现在黑方要防一手 红旗这个进马过河 他选择的是近居足临 这手棋不是败招 但是有风险 因为红方下一步是吃编足了 随时都能下底炮 咱们看一下这步棋 退炮 红方马上不去 炮不能吃足 他如果退回来 从这边 发射或者打狙 那黑方就平炮对局 这里只能换 换完泡苗 中兵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能用鞠勘丢马 回马勘呢也不叫棋 最起码这种走法 能给对手一些压力 而且这个解套了 对掉一个鞠 减少负担 来咱们对比实战 这黑方也是没有选择退炮 他是进鞠 红方很轻松的 就调整到边路了 黑方这个鞠炮呢 被拉住也是不管了 马七进五 红方鞠六平三 黑方马五进七 红方现在是鞠保着马 马保着炮 黑方想通过送中阻 打乱对手的阵型 这一送马不就脱根了吗 王贤进炮一将再说 用鞠抓 红方退到齐河 这算是一个顿挫 刚才炮在这儿吗 黑方如果说还冲中阻 那红方就会先给马干掉 这俩 黑方先吃哪个 如果吃马 红方立中炮 有攻势 看来只能先踩他 红方吃中阻 保马 这样算 黑方是白丢个中阻 不满意 苗特现场继续跟炮 王贤 就这手棋如果防不好的话 黑方就崩了 相当严重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红方准备进马登局 那你肯定要捉他呀 这个时候红旗浸泡一将 完了蒙登了 不能电局直接踩了吗 是不是电相 这个时候只听哭叉一下 中士没了 老将舔 红方吃掉河口的马 这得多危险 中阻还要丢 黑方平局砍不行 因为红方打一将 退将 再平局抓士 可以交了 看来这不是跳马不简单呢 苗特心想 啊你是跳马踩士 然后再吃我的马 那我先弄走呗 我看你咋整 王贤弄到祖林 乘胜追击 黑方再退个局 死守 整得不错 红方暂时也没有棋 他先补一手 苗特呢也是爱兵模范呢 爱卒模范 他走的这招 其实不如先落相了 如果红方去吃足 黑方还多出一招 平炮对局的起 解套了 回到现场吧 没有落相 冲的边足 红方平局将马摁死 黑方更难受了 不过他还有机会 落相 实战选择退炮 难道说想通过平炮打局来解套 没机会啊 红方压死 要是打 红方会砍马 人家是霸王局 不怕你吃 小马白丢了 不行 那现在黑方应该走什么呢 还是落相 这是第三次机会 结果选择的是 G8平9 没准这是牌快起 黑方走完这步呢 应该说基本上交代了 下面红方开始表演 首先王贤人弃马登向 黑方没有选择吃马 看一下啊 红方炮打中足 这个六龙马又没了 出将的话 红方就砍炮 他动不了 平局宝 那也是砍 做掉 眼看要出帅铁门栓了 黑方进鞠 出帅他能电 但是红方还有鞠杀相 优势已经很大了 用像吃马的变化已经说过了 用鞠吃更不行了 下底闷死了 实战 实战苗特选择送足 不给对手炮打 下一步再吃马 红方躲 白踩个相太开心了 黑方平炮 对手逃拘 黑方也没啥可走的 向下冲兵 红进鞠抓炮 黑方选择对桌 红方走得气人呢 他来个故地重游 自己炮给底相别住了 踩不了马 用鞠吃下底闷死 咋整呢 逃炮 红方下底将一军 只能电鞠 沃曹将军 没死 黑方电马 最后虎口陷鞠 一招 逼逼 黑方投了 你不吃鞠他砍马 你吃着鞠他还有 接着砍马 平鞠马将就死了 落势的话 红方退鞠是杀 下底是杀 大刀弯心 也可以连杀 弃掉双鞠 马后背包 感谢起我们的收看 下期再见